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学习这个 用户价值分析和商业价值分析的方法 就是说 我们前面呢 我刚才说了 我们是去分析产业链 对吧 分析它的底层原理 包括说技术呀 以及模式这些东西 对吧 然后呢 分析它的现状与趋势 然后呢 去分析它的一些关键指标 对吧 从关键指标 来看这些行业的一些动态 或者一些趋势 对吧 那其实呢 就是还是会有一些 在这个之外呢 还有一些新法 对吧 还有一些新法 也就是说 我们该关注哪些信息 或者说我们该从哪个角度去判断 它可能未来是趋势 或者未来值得做 对吧 还有一些新法 那什么新法呢 那我就给两个点 一个是说叫 从用户价值分析的角度去看 还有一个从商业价值分析角度去看 对吧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就你看这个事 它是不是一个趋势 它是不是一个重点 那你就去看它 给用户带来的什么价值 对吧 或者说 它对我们来说 对我们公司来说 有什么商业价值 对吧 然后据此 依据这个 来判断它未来的趋势 或者判断它的重要性 对吧 我不知道这样说 大家有没有明白 有没有get到 就是没有明白我的意思 就是说 你去理解这个方向的时候 你判断它是不是重要的 是不是有前景 是不是值得做 对吧 那我们可以从用户价值角度来判断 也可以从这个事的商业价值的角度来判断 大家明白了吧 OK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就给大家说一下 怎么去分析这个事 分析某一个行业方向 或者分析某一个点 它的一个商业价值和用户价值 我接下来就跟大家展开讲这两方面 那么第一个就是用户价值的分析 那么我们分析一个事 分析一个方向 或者分析一个领域 它对于用户的价值 无外乎是分析它的场景与痛点 场景与痛点 就是说用户他遇到什么场景的问题了 所谓场景 场景就是情景 就是用户遇到什么 类似的什么样的情况 对吧 那用户遇到什么样的场景 然后呢 他的这个场景下有什么痛点 那么无外乎去分析 用户在这个场景下有什么痛点 来去看这个事值不值得解决 对吧 就比如说这个 很简单嘛 就大家为什么要去用智能手机呢 对吧 智能手机就是可以打电话嘛 对吧 这是一个打电话的场景嘛 对吧 那说你为什么要去 这个为什么拍照呢 因为拍照用我们场景 就是在外面想拍东西嘛 想贴代相机嘛 所以我们要拍照嘛 对吧 那你为什么要去视频聊天呢 视频聊天就是我们场景就是说 我们希望看到对方的脸呀 对吧 不仅能打电话还能聊天啊 那这就是场景嘛 那我们痛点当然就是说 能够解决我们这个需求嘛 对吧 这个好理解吧 对吧 那么啊 实际上呢 用户的价值呢 就在于这一个产品啊 或者是一个东西 一个功能 它的用户价值呢 就在于用户去解决 它的一些场景的痛点 那么有两种啊 这里一般的有两种啊 我这里也不完全归纳啊 这也不是一个完全归纳 那我就举一个常见的两种 一个是什么呢 一个是我们解决已知的问题 一个是创造新价值 怎么讲啊 怎么讲 解决已知的问题呢 这个其实就是说 说白了这个事 大家都已经知道 就是一个坑 就是一个问题 已经知道 都想解决它 这也叫解决已知的问题 对吧 就刚才说的 我们想拍照 这是个已知的问题 对吧 我们想去 这个这个这个 打文字 对吧 想去发展线 这都是已知的问题 对吧 这是大家比较明确的 就是我知道 我知道我缺啥 好好理解吗 我用户说 我知道我缺啥 这叫解决已知的问题 这是一个 一类价值 对吧 另外一个是什么呀 就是提供新价值 就创造新价值 哎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 我不知道我需要什么 这个就有意思吧 对用户来说 我不知道我需要什么 然后呢 你如果能够创造一个东西 别给我一个东西 好像说叫 对吧 像乔布斯一样的 啪 给你一个 给你一个MP3 行不行 给你一个这样的东西 就是你没想过 我可能有这样的东西 我不知道我 需要有这块东西 哎 你给他一个这样的东西 就超出意外的 这个新价值 这也是用户的价值 对吧 比如说乔布斯 当年弄的MP3 对吧 他发明了iPod 然后呢 紧接着他去弄的一些音乐商店 music store 然后能够去卖这个音乐 哇 直接就是一个 横空出世的一个东西 对吧 横空出世 包括pad也是 对吧 谁也没想到说 我要搞一个平板 然后是一个触摸屏 这么个东西 对吧 哎 结果他推出了pad 所以说 解决用户的价值 无非就是 无外乎两个点 一个就是解决用户的 已知的问题 一个是给用户创造新的价值 那么他们都是围绕着 用户的场景与痛点 都是围绕着用户需求 好吧 这是从这个角度 我们去分析 他的一个 分析这个一个东西的 用户的价值 相信这个比较好了解 比较好了解 对 然后呢 第二点就是分析的商业价值 分析一个事的商业价值 就是我们在做市场分析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分析他的商业价值 怎么讲 那我们这个商业价值呢 当然指的就是我们平台的吧 当然指的就是本公司的 对吧 当然实际上 就在商业上呢 其实我们有些时候 做一些事呢 可以说呢 不全是为了用户 对吧 也不全是为了用户 就像我刚才前面举的那个机票的例子 对吧 我们为什么要卖保险 对吧 当然保险对于我也是有价值的 但是坦白说 更多的还是为了我们自己盈利 知道吧 对 所以说也不是说做什么事 都是一定是为了用户 知道吧 有些事可能是为了我们自己的 为了赚钱 说白了 对吧 那么好 那么我们去分析一个事 他的商业价值怎么分析呢 商业价值呢 我也是 这也是一个不完全归纳 我认为呢 就至少有这三点 第一个是什么 第一个是至少有利润回报 这个好理解的吧 咱们做生意的嘛 就是咱们做东西 就是为了赚钱嘛 那么这个是直接的利润回报 是吧 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是可能会能够引流货客 就是我做这个功能 做这个事 它不一定只有一利润回报 甚至是要赔钱 要砸钱的 但是它能干嘛呢 它能够引流 就是引到用户 引到流量 获得新用户 获得客户 所以就引流货客 知道吧 第三个是什么呢 第三个可能 这都不足 但是我可以干嘛 我可以获取数据 得到数据价值 你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说 这个Facebook 对吧 Facebook它为什么要去 让你免费的用 它那些这个社交功能呢 对吧 为什么呢 你发现它的模式 它的商业模式 是靠广告赚钱的 对吧 它广告怎么赚钱呢 就是因为它投的广告准 精准 那为什么准呢 它因为用画像准 它用画像再接着问 它用画像哪来的 它就是给你用的数据 你在我这用我的这些社交功能 然后我对你的描绘 对你的这一个了解 才能对你做 精准的广告投放 然后广告商 才在我这买广告 然后我才能赚钱 所以你发现 用Facebook 它去做这个社交的功能 它可以说是 挖掘了用户的数据价值 对不对 你发现 它也不是一个货客 对吧 货客它早就货完了 对吧 它就是挖掘的数据价值 那么 在我们看的就是说 至少商业上的价值 至少有这几类 一个类是本身直接获利润 第二个是获客 第三种数据价值 那我在这里呢 我去举个例子 关于这个引流获客呢 我这去举个例子啊 大家去讲一下 最近有个比较好的例子 就是什么呢 就是疫情动态 啊 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腾讯的新闻的 这个疫情动态 对吧 第二个呢 是这个抖音的 疫情动态 对吧 我们发现说腾讯的首页上 它一直在这里固定位了 现在我们就能够看到 这个国内国外的这个疫情 甚至它还在不断地在迭代啊 还在过几天赶一下 过几天赶一下 感觉越来越好 还有抖音这儿呢 也有一个啊 抖音这个页面 也有点开 也有一个 然后你看 珠宝也有一个啊 康金星 也有一个 然后呢 这是鼻祖啊 这是鼻祖 这是丁香医生的 大家都是学他们的啊 丁香医生是第一个推出的 他在公众号里边 这边有一个实施疫情 然后呢 有地图 有谣言 排谣 这个这个等等的这些 然后呢 这是他点开效果是这样的啊 大家都在学丁香医生 对吧 OK 你会发现 你会发现这些平台 坦白说 除了丁香医生本身以外 丁香医生是做医疗 这个方面的 除了他以外 其他坦白说 都跟这个疫情 跟这个医疗领域 都不太相关 对吧 都不太相关 对吧 大家为什么都要做呢 这明显是要花人开发 要花钱的事 为什么要做呢 哎 就是为了引流货客嘛 对吧 在疫情期间 我可能 大家每一个人 都要去看这个疫情动态 对吧 每一个人都想看 那既然这样的话 我在我这做一个 你不就很有可能为了 看这个东西 打开我这个BP嘛 这就我刚才说的 我们可能 这就是一个高频的事 对吧 我们在前面讲的高频 低可能价那个事 对吧 就相当于你说白了 就相当于 小商店里边 卖酒卖烟一样 对吧 咱卖一些便宜 不赚钱的货 为什么 就为了带客嘛 你知道吧 为了引客人过来嘛 你会发现 哎 那你可能就为了看看 这个你打开我 对吧 所以呢 他们都做了 你看周宝做了 这个投影新闻做了 这个抖音也做了 这很多都做了 什么百度啊 什么滴滴啊 那不拉不拉 很多都做了 这个我相信最近 这段时间 大家应该看的非常多 是吧 OK 那么这个就是典型的 引游货客啊 OK 这就是它的价值 当然说到这个 也有挺有意思的 我讲另外一个思路啊 假如说 别人都做了 你不做 行吗 大家可以想一想啊 比如说 别人都做了 他们都做了 抖音不做 行吗 或者说支付宝不做 行吗 有什么坏处吗 我提一个问题 大家想一想啊 OK 好 那么这个例子就举完了啊 就是 如果你在做产品分析的时候 对吧 你假如说你要分析这个 疫情动态这个事 你怎么去分析它 哎 你可以就可以从 引流货客的价值来分析它 好吧 OK 这就是它的所谓的商业价值 好 那么到这里呢 我的市场分析的这个 用户价值分析 商业价值分析 都给大家讲完了 好吧 我们本讲的最后呢 会给大家留作业 回去让大家分析一个 某一个行业的一个市场啊 或者做一个市场分析 或者还有做一个精品分析啊 那我在这里顺便说一下 因为提到的疫情动态这个事 我觉得疫情动态呢 是一个挺好的一个作业啊 我挺鼓励大家去分析一下 这个各个平台的这个 这个疫情动态这个功能的 非常鼓励大家去做一下这个事 好 那么市场分析方法 我们就讲到这里 那么后面呢 我们会开始讲这个 竞品的分析方法